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跟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跟蔡英文的中華民國 三個中華民國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韓國瑜的 韓國瑜喔 對 韓國瑜 對神來講都是天國啦 都是天國 我認為這一次韓國瑜去 我去哈佛 你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去哈佛神學院 然後見證 共同見證分享神機 應該哈佛神學院 應該特別邀韓神去一下 不 我先說一下說 賴教授其實他剛剛講的那個叫 就是我講的 廣義的中共威脅論 那個講法其實會害了韓國瑜 賴教授的講法就是說 不同意中國的話 那台灣哪一個領導人 或哪一個人 敢不同意中國現在開的這些條件 那就是把台灣人民當雛狗 這個就是典型的 中共威脅論 他剛剛完全沒有講這些 剛剛賴教授說 他就說我們民進黨的主張 把台灣人民當雛狗 我再打算一下 這個跟NCC的豬委 豬委員 不是 這個打字的一定要幫我打對 我不是講豬狗禽獸的豬 雛狗 你說雛狗 沒有沒有 我再強調我說NCC的豬委員們 這個豬不是豬狗禽獸的豬 是豬衛的豬 我知道 一定要寫豬狗 我不是說你講NCC 我是說你的意思是說民進黨現在的執政 現在這個做法把台灣人民當雛狗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就是跟這個就中共威脅論嘛 中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台灣的政治作為沒有朝中共要的方向走 那我們台灣人民就是把這就是把台灣人民當豬狗 我的意思是說 那要說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講 對 你剛剛有講說把台灣人民當豬狗 這跟NCC無關 我也主張應該廢除NCC的 那這一段多講一點 那你吹馬費要多給你 是有理念的人講什麼吹馬費 我是最早大概我們在場就是輝文跟我兩個最早看出韓國瑜的潛意 我們早就說他應該直接就跳出來選總統 你們兩個不太一樣 你都語帶草口 每次都省省省 我這樣子一直框他 人家輝文是真誠你是假意啊 你的韓粉跟他的韓粉不是同一個韓粉 對啊 我們兩個還是 竹馬點完全不一樣 我們兩個層次還是有少一點差 他是King maker 現在幹他是King maker 我是God maker 我造神者 你層次很高 你看他那個僑胞對他歡迎的那個場面 真的歡迎 那樣的場面我覺得那好像什麼 好像耶穌復活親自主持受洗 你看 他們在受洗大典 所以那個帶來那種喜悅 那所以我認為先前的一些批評什麼什麼去 是不是有女費 是不是受邀 場面演講的場面 我覺得那都小知小覺的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在批評的人 那只是凸顯他們自己的優越 好像說你韓國瑜你這個就城市比較 我覺得這個不好 我覺得上個月柯文哲去 柯文哲自稱他是去美國 被總統接受總統面試 我覺得錯了 他往自己臉上貼心 我覺得韓國瑜這一次去 某個程度來講 真的是美國政府在對他做這個總統面試 那我的看法 以美國他是自由世界的領導國 基於外交利益 基於2020總統大選 畢竟是我們台灣我們國家的內政問題 我相信他只會點到 那這個點到就是說他不反對 他不反對 那我倒是覺得說我們把話彈開 韓國瑜就是有把話彈開 他彈開了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你這個演講已經超越市場程式 這都是事實 那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 你要親中還是你要親美 你的親中會不會排美 或者誰誰誰的親美會不會排中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些 親中是賴親德 兩個不是後世的 那韓國瑜表達的賴親德 那你聽完他的演講之後 你的感想是 我認為韓國瑜基本上 他畢竟他還是親中 那這個我不怪他 但他沒有排美 他的血緣背景這一些 我這個我認為我不 可是他還是有一些話 我覺得基本上 還是值得我們跟他挑戰之一的 比方說他也在美國那邊 大啦啦也講 這一點是不錯的地方 光明也露了 他說他還是認為政治應該零分 經濟一百分 他也是希望說跟中國和平相處 經貿完蛋 問題是不跟台灣和平相處 藉由經貿當成工具 以商逼政 以民逼關的是中共啊 問題我們台灣人民多數 也認為跟中國往來很好 就像我們跟世界有一百多國 即便沒有邦交 但是我們有實質經貿文化的交流等等 我認為這都很好啊 是誰反對嘛 是誰認為說你一定要接受一國兩制 承認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前提之下 要不然 誰反對這個主張 誰就是把台灣人民當儲狗 台灣就準備備學習 是誰嘛 誰主張的 那這一些 我覺得韓國瑜他自然要面對 要講清楚啊 他講很清楚啊 韓國瑜他講九二共識 他講的政治零分 他沒有講一國兩制 經濟一百分 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嘛 韓國瑜有特別點出來 他就把九二共識的重要性 他其實都點出來 那他認為我們台灣的國防呢 他認為我們台灣基本的主張 台灣的國格中言 國防他沒有論述嘛 他沒有論述嘛 他講的是一宗個表嘛 所以你不要誤會他嘛 他認為九二共識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是啊 他認為只要堅持九二共識 是可以處理你剛才所說的這些問題 整篇演說九二共識出現幾次你知道嗎 出現五次 你就知道他的多重視九二共識 一宗個表 他的基本立場 這個九二共識 而不是一國兩制 中國講很清楚嘛 就是一個中國嘛 你不要一直講中國說 就是一個中國嘛 你是相信韓國瑜 還是相信中國 議員你太忙了 都沒有看演講 他講得多清楚 我還做媒體耶 他有一份 他對九二共識的看法 當然是一句憲法 敢在聖經上面做媒體 兩人物關係條例為基礎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講得再清楚 不過人家是依照憲法 跟兩人物關係條例 這也是未來作為一個 中華民國領導人 你還遵循的基本原則 拿這一份神譽要雙手 雙手拿 一手這樣就不能 我叫你看清楚看清楚在這裡 因為白紙黑字 玉敏委員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所提出來的質疑 其實韓國瑜在演講稿裡面 都已經回答你了 所以你剛剛從頭到尾 看了這麼多的演講稿之外 找不到其他問題了嗎 還有 只有看營業而已 我通通看 你看 你沒有仔細看 絕對沒有仔細看 仔細看你就不會產生剛剛那樣的 對神譽 對神的質疑 我們要 只能心靈 神會 大家都知道館長的那個 YouTube的訂閱有23萬 那我那個 我的FB本專只有6000多人 而且沒有人要買 這非常的這個 現在這樣可以把23萬 導流到你那裡去啊 那他是YouTube 我在臉書 不同的那個平台 郭子前郭哥 因為我跟他的那個 全民大門鍋 當年是我們中天節目 十幾年前我就認識他了 也很感謝郭哥 不過郭哥沒有模仿我 模仿我是白雲 那我簡單講一下這個 館長的這個部分 因為館長啊 這是館長 又高又帥 他去專訪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說 捍衛中華民國的是 主張獨立的人 這敢聽下去 你是你說什麼 我不是批評館長 我批評這個 捍衛中華民國是 主張獨立的人 你說這個我 我 主席我說這個 因為館長的粉絲很多 有些人聽說 對 捍衛中華民國是主張獨立的人 這種話說得出來 你來跟賴岳謙辯論啊 對不對 這說不出來 我再給他講另外一個部分 這個也很那個 這我昨天被騙 那大概跟著我一起被騙好了 我看了聯合電子報的標題 賴清德這樣拚經濟 四個字就破解韓國瑜 哇 豪塞賴啊 四個字就破解韓國瑜 到底是你說什麼呢 來Yahoo TV韓國瑜專訪賴清德 韓國瑜是誰 我這個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找出來 有照片的 來 導播這樣不知道 不然我們待會再補一下 韓國瑜是郭子賢 就是郭哥模仿的嘛 郭哥這個模仿天王 模仿這個去專訪這個賴清德 結果賴清德這個說是這樣 說啊 或出去人進來 是要加入CPTPP等區域經濟組織 你不是回歸 我問你 那我這個東西怎麼加入 沒有沒有阿公的同意 你有辦法加入嗎 我們RCEP為什麼加不入 人家為什麼都不讓我們進去 是有問題的 我請問賴清德 你不要這樣欺負郭哥 我如果在現場問他說 加入的話 就不用寄望中國 我請問賴清德 那為什麼現在不加入 蔡英文比較笨嗎 蔡英文不懂區域經濟嗎 為什麼現在不加入 你沒有解決問題嗎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我們回到這個標題 四個字破解韓規的口號 我剛還沒有講這四個字 我把整篇文章看完了 看到那四個字在哪裡 叫做壯大台灣 壯大台灣四個字 就破解韓國瑜 其實壯大台灣是賴清德發明的嗎 不是 壯大台灣蔡總統先講 這是蔡總統先講 賴清德你是跟著 跟著蔡總統後面講 有沒有破解韓國瑜 當然沒有 這四個字誰不會 我也會唸 賴清德說在鍋子前專訪 他說如果未來有機會當總統 將會訪問美國 這個偉翰就是專家了 我們上次訪問美國的總統是誰 當然總統才要訪問美國 不是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訪問美國 我們去美國都叫過境 那是過境外 誰訪問過 馬英傑有去美國那麼多次 有訪問美國嗎 那有台灣旅行法 也沒有用啊 台灣旅行法已經通過一年多 所以訪問美國彈何容易 而且訪問美國 我們要付出多大的這個代價 所以你回到這個標題 賴清德有沒有四個字破解韓國瑜的口號 其實沒有 但是觀眾朋友我講這很抱歉說 有沒有人會相信官長這句話 專訪賴清德講講話 其實捍衛中華民國是主張獨立的 有沒有人會相信 恐怕有些人會相信 那有些人會不會相信 我四個字就破解韓國瑜的口號 也有人會相信啊 你是認為NCC這個時候該出動了嗎 我沒有轉NCC 我講一下這個這個 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 那是聯合報的黑白集 有一個標題是 那是黃安嘛 黃安不是修理周子瑜嘛 討厭黃安不要變成黃安 那我各位序調一下 討厭黃安不要變成黃安 謝謝